彩虹是美丽的 彩虹是多样化的 让我们一起来听 让我们一起来看 彩虹琴的世界 高雄广播电台 与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 共同策划 我是主持人年轻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琴的世界 今天想跟各位介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非常的有意义 是印度的电影 这部电影其实是叫《耳光》 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叫《耳光》 它是在2020年上映的一部印度的电影 其实我先把里面的大概的内容 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下概述 这个《耳光》 这个《耳光》有趣的地方 引起了这个女主角很重要的一个省思 还有她想要得到的一个尊重 为什么这个《耳光》 为什么这个耳光才一次 就会造成他们夫妻 尤其是女主角阿木呢 她会想要离婚 我先这么说好了 其实这个女主角叫阿姆利塔 她在大学毕业以后 就由家人梅座之言 嫁给了她的先生 也就是富二代 叫维克拉姆 当然阿姆利塔 她就成了一个专职的家庭主妇 会跟我们平常的一般 没有上班的妇女 非常的像 也非常的静止 像是每天早上六点 她就要自己把闹钟按掉 因为她设定了六点要起床 像我们要上班一样 她接着呢 就是要去门口拿牛奶 拿豹子 烧衣服好茶 娇娇花 偶尔呢 偷闲就在自己的家的门口呢 拍个风景 紧接着呢 她就要到床边 去叫起陈雪的丈夫 这时候她不是只有叫 她是把做好的早餐 放到了床边去 而且呢 有时候先生呢 赖床起得晚了 赶着要去上班 她还边把早餐 边跑着去喂到先生的嘴里 怕她吃的不够 先生上班了以后 她就要去帮 婆婆呢 测血糖 测完血糖呢 她就要利用时间呢 教她自己的孩子 还没有上学的小朋友 跳跳舞 原来呢 原来呢 跳舞 是阿木呢 原来的愿望 可是为了家庭 她很清楚 得知道 她应该做一个 很好的妻子 很好的妈妈 因为她要出嫁的时候 母亲是这样子交代的 当然 在夫妻两个人 也会有梦 这个梦呢 就是先生呢 努力的赚钱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 工作职场的位置 我相信 很多 妇女 不管是你是上班族 还是纯粹做家庭主妇 你会非常渴望 自己的另一半 尤其是丈夫 有升迁的机会 有很好的收入 这些都会带给家里 不同的品质 也会使你的生活 变得富裕起来 自己到底有没有升迁 大多数的妇女 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为什么呢 我常常听见 有一般上班族的妇女 她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老板要她升迁 需要加班 或是 会很少回家 可能 有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月不能回家 多数的女性就会觉得 母亲的职责 比她工作的职责还要重要 因此而放弃了 上师 给她的机会 经常会是 这样的一个考量 或是 她纵然当上的主管 有了这些 离家 或是对孩子的照顾 不尽周延的时候 她是比丈夫 更充满的罪恶感 这些人不乏 当一些的议员 名义代表 的女性 大有人在 所以我说 这种情景 不见得只发生在印度这个国家 包含我们东方社会 我们台湾 也会是这样 这对夫妻 也一样 他们也有这样的梦想 希望丈夫 职位越来越高 故事呢 就 谈到了 这个阿木的先生呢 维克拉姆 他争取到 要到伦敦的一个领导的职位 两个人呢 就可以搬到伦敦去生活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梦想 很棒的一个 愿景 于是呢 阿木呢 也就跟着先生呢 在这样子一个消息 派来的时候 他们觉得 应该要在离开之前 办一个欢乐的晚宴 意思是通告朱亲友 还有好朋友 当然原来公司里头的主管 还有同人们 都应该是要请来的 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阿木丽塔本来就是一个舞者 他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舞蹈 只是嫁给了维克拉姆之后 没有办法再有这样的梦想 那天的晚宴 阿木丽塔 阿木丽塔其实在跳舞 非常地投入 也跳得非常地精彩 大家都很开心之间 这时候他的先生呢 维克拉姆就接到了一通高层的电话 临时的说 这个伦敦方面的领导者 不再是他 会有另外一个白人 来做接收 问题是维克拉姆是印度人 所以他就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第一个太临时了 而且才前几天刚说好的 怎么会才隔几天变卦了 虽然也告诉他说 他还是留在原来印度 他原来的国家 继续当领导者 但是那个白人 会是他 更上层的顶头上师 他就非常地不服气 而且这个人呢 还曾经是 维克拉姆的死对头 对他的打击来讲很大 在那个晚宴里面 维克拉姆 就和这个公司的主管 争吵起来 非常激烈的争吵 因为他觉得 他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结局 阿穆利塔 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觉得丈夫 不应该有这样的 粗暴行为 还有情绪上的管控不好 因为所有的亲友 他们的公司的同事 其实都在当下 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 于是呢 他就来拉他的先生 维克拉姆 可是维克拉姆 现在的情绪是 反而是愤怒到了极点 可是他不能出手打他 跟他正在争论的主管 他就反过身来 去打这个阿穆利塔 一个很大的耳光 阿穆利塔在承受 那个耳光的当下 他有愣住 而且也非常的震惊 因为他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庭广众之下 接受了他丈夫的 这个耳光 当然这一季的耳光 使得这位女主角 阿穆利塔 决定要离婚 听众朋友们 听到这里的时候 会觉得他太大提小做了 婚姻不就是 要走远 就要有 忍耐吗 哦不 应该是说 原谅吗 难道这个耳光 不能原谅吗 结婚这么久以来 只有这一次有这个耳光 有这么严重吗 这样的事情也让我想到了 我有一个同事 他也面临了 相同的这样的情形 那一次 我同事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记得他告诉我说 他当时跟他的先生 在谈话之中 他讲的一些话 不是让先生很开心 他先生跟他结婚16年 也在当下 打了他那几耳光 他突然觉得那几耳光 使他 昏炫 而且火冒金星 他形容说 原来在漫画书上面 画的那个 主角啊 被打耳光以后 会火冒金星 原来是真的 他说我终于知道 那个打一记耳光 甩得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头是晕的 而且 那个时候刚好天气非常的冷 台北的天气 他为了想让自己清醒 他就披上了大衣 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时候 争吵的时候是晚上10点 他就离开了他的家 然后一个人 孩子都睡着了 他一个人就走在那个 台北市的大街 就走到天亮 他一直问自己 我要继续 可能接受下来的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的暴令吗 他决定不要 虽然16年来前面他都很恩爱 也很棒 可是他心底下 深深的认为 那个耳光有1就会有2 就会有3 他不期待他自己的婚姻 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 因此天亮的时候他就回来 他没想到他的先生也没有睡觉 就在客厅等他 但是两个都没有说话 他就自己要进到房间之前 就像现在的台北 好冷好冷 可是他不是开热水去洗澡 他是用冷水洗澡 哇我一听到这里 我吓得不会说话 他说他其实要用冷水冲洗 让他自己更冷静的 要输出离婚这两个字 因此他洗好澡出来之后 因为很冷嘛 他也就是冲一下就出来了 他很冷静的跟他先生说 我其实这16年来 我以为我嫁的是一个人 可是呢 这个耳光让我觉得 我嫁的不是人 而是野兽 他就进房间了 那个心意非常的决定 我说啊 那你们真的离婚了啊 因为这个电影 让我想到了我的好朋友 他说 故事呢 有改变 我说什么样的改变 我说你心意那么绝 不是就会离婚吗 他说没有 他说没想到 他那天下班的时候 回到家 先生 还有先生的长官 先生的爸爸妈妈 还有先生的好朋友 一群人 全部到家里来 然后呢 由他先跟他做道歉 然后这一群的人呢 就等于当背书 意思是说 由我们这一群当证人 如果他以后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 按照你原来的想法吧 他当下呢 也觉得 这个是一个大阵仗 真正的悔改吧 所以他 就同意了 也原谅了他先生 我说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当然就 延续了 后面一起 白手偕老的光阴 我觉得这个结局 还不错 可是这部电影的结局呢 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就要谈到了 其实克拉维姆 维克拉姆 打了阿木丽塔 这个耳光 我不晓得 听众朋友们 认为那是一个偶然吗 我们要知道哦 在印度的社会里面 是一个极度互全的社会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 中国的新闻网 有引述了 印度的媒体报道 他们针对全球的 57个国家 做的调查 发现 印度人的家庭观念 是所有国家最强的 84%的印度人认为 跟家人共度的时光 是他们最开心的 而且印度人的离婚率 不到1% 很低吧 各位有吓到吧 你看我们 一直认为 我们的亲密关系啊 感情啊 越是开放的国家 离婚率越高 所以很多人 一看到这样的时候 就会觉得 现代化的教育啊 还有一些的自由 民主的思想 其实很不好 越保守的社会 越传统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离婚率很低 所以如果要是 婚姻美好 就会 选择印度 这很有趣吧 我等一下来再谈谈 他们印度的年轻人 是什么看法 听听着温暖的声音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94.3 你的好伙伴 94.3 高雄广播电台 我是主持人念青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彩虹期的世界 刚刚我说到了 我今天要谈的呢 其实是从电影的耳光 也就是一个印度片 去看我们的亲密关系 印度人的离婚率不到1% 他们的年轻人 跟父母分居的比例 也不到1% 所以说 他们的子女 一定是跟父母一起生活的 跟我们传统的思维很像 我们的文化很像 就是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同住 不像现在 比较讲求独立 孩子有了家 是选择跟父母分开住的 可是呢 他们也说到 印度绝望的祖父 就是已经死心了 没有未来 这样子的比例呢 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们有超过2万个家庭主户会去自杀 他们才有5650个农民自杀 但是他们印度的报纸就报得很大 这些的妇女有2万个自杀 印度的新闻是不报的 有没有有趣 意思是说 农民比这些的女性是受到性别歧视非常严重的 他们的结构当中是男性去支配女性的 这样子的规范呢 当然也影响了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运作上 因此这个女主角被打了耳光之后 她其实非常期待这个先生当场跟她说一声道歉 可是这个先生呢 一直都没有跟她说道歉 怎么谈呢 都是谈她的工作 一直跟女主角抱怨说 为什么为什么去伦敦的男主角不是她 她觉得这个会破坏了他们未来的期待跟梦想 那女主角呢 不太理她又情绪上变冷淡了 男主角就觉得她太小题大做了 因此呢男主角呢 就会买买一些这个礼物啊 像项念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她意思是求和 也用了很多的肢体拍她的肩膀说 哎呀还在生我的气吗 可是她的道歉就是没有说 女主角呢 不希望接受的是这种隐晦的 而不是真正的很诚心诚意的跟她道歉 她觉得她已经给了机会了 可是这个男主角呢 都没有办法 能够确实的跟她说道歉 因此她就跟男主角说 她想要回家住几天 哇男主角发飙 说你怎么要回家 有什么不好吗 好吧 你爱回家就回家吧 我也不会管你的 那女主角就回到了她自己的家 然后就跟父母亲说 她想要离婚 哇父母亲也是 眼睛瞪得很大 心里想说 干嘛 就这个耳光而已 当然那天她被打耳光的时候 她的爸爸妈妈都在现场 因为那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庆祝公宴嘛 所以爸爸有看到女儿的难过跟难堪 那爸爸是站在女儿的立场上 觉得女儿受辱了 可是她的母亲就说 我们家没有人离婚 我不是也是这样吗 她妈妈就说 我以前是爱唱歌的人 我后来嫁给你爸爸 我就没有再唱歌了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还要唱歌 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邻居的闲言闲语 我就选择了做一个家庭主妇 这时候女主角的爸爸就问了她太太说 问了这个女主角的妈妈说 你想唱歌 你怎么没有告诉过我呢 女主角的妈妈说 你问过我吗 我嫁给了你以后 我就买手在家庭啊 我也没有我的前途了 也没有我的未来啦 女主角的爸爸就陷入了沉默 可是呢 他们还是觉得 女儿觉得要离婚 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 当你主角去找到了这个女律师的时候 这个女律师也非常的清楚的告诉她 一个耳光就要离婚 这在印度太难太难了 不可能的事情 她说你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那个离婚可能会离不成 而且离了以后你什么都没有的 而且一个耳光没有很严重啊 连女律师都觉得她是小题大做 可是这个女主角就告诉她说 这个对我很重要 因为那是我的尊严 那个耳光代表了我的尊严 当然婚姻里头有爱 可是我也希望在爱里面要得到尊严 这个女律师更可爱的一个对话 后来知道这个女主角一定要离婚了 就跟她说好 那我们就来想办法 让这个离婚谈得成的话 不能用这个耳光的事件 我们就来用家暴 会比较容易成功 而且她就会被判刑 女主角说 我并没有要去编谎话 我不需要用这样 为了让官司打赢 我就去陷害她 我不要 那女律师又陷入另外一种思考 女律师说 那我们就要谈 这个房产啊 什么的分配 婚姻很重要 女人到最后就剩下钱 女主角说 我也不要这些的分配 那个不是我的重点 我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她 这个耳光不能打 她让我醒来了 我觉得这个婚姻不适合我待了 因为有1就有2就有3 我决定是要离开了 我不是为了要得到那些的财产 我才去打这个官司的 然后那个女律师呢 又陷入了一个盲点 她心想说 她怎么碰到这样的客户啊 哎呦 这怎么帮忙她呢 当然这个剧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她没有想到 她在上法庭 两边律师在工房之间 这个男方的律师呢 她也请了律师 男方的律师就说 要去编这个女主角呢 她有精神病啊 情绪不稳啊 所以呢 她歇斯滴里啊 婚姻很好啊 可是她就乱来 那男主角觉得 好吧 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了 如果 不想让那个离婚坦诚的话 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才有办法留住女主角 后来没想到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女主角就 怀孕了 女主角就告诉男生说 我怀孕了 男生高兴到不行 男生说 啊那就没事了吧 因为你怀孕了 我们终于有我们的孩子了 女主角说 不是的 我是会生下这个孩子的 但是 他不会是你们家的孩子 而是我们共同 抚养的孩子 这个共同的抚养 意思是就共同的探视 但是不是在会议里面 这个男主角一直觉得离婚了 怎么可能这样呢 因此他就开出了条件 要送给他房子啊 送给他财产啊 可是这个孩子呢 就是要归到男方家 女方不能带走 女方说 no 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只有你的 他也是我的 那我通通不要你这些财产 我只要求 这个孩子 会有 我跟你 一起都可以看顾他 这个的要求呢 也让男主角 陷入了一个 深思跟思考 这一点呢 也让我觉得 这个女主角 有一些的性价值观 非常的特别 很特别 这个特别就是 当一些女性 在做离婚的时候 如果男方有一些的财务 或是他的家境很不错 通常会觉得 你的光阴 还有劳务的投入 其实都是损失 可是这个女主角 就告诉 这个女律师说 我是没有损失的 因为我的先生 真的就是在外面赚钱 那我没有工作 我在家里 超持劳务 用他的钱 来把这个家弄好 我们是平等的 而不是我做这个劳务呢 好像没有拿到薪水 我就在我要离婚的时候 要请他 把我这些年来 我劳务的薪水 付给我 算成我离婚应得的东西 他说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思维 我觉得这部电影里边 这个女主角 在那个话语上的陈述 非常吻合我的价值 其实我个人的价值 也是这样 因为我认为 在婚姻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爱的主体 在这个爱的主体之下 其实那个财 金钱的东西 不是在这个婚姻里边的考量 可是当我们 感情交恶的时候 或是要谈离婚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爱变不见了 然后金钱变成放在前面了 这也就是在我们的家事法庭 谈到了法院 攻防的时候 会让人觉得 因爱而结合 因钱而分开 很大的一个讽刺 当然女主角的这些的想法 对那个女律师来讲 她打了这么多的官司 她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也因此让这个女律师 终于也在做自己的行事 所以那个女律师跟男律师 在攻防的时候 那男律师就骂了这个女律师说 你原来是一个女律师 可是现在变得更激进派了 那这个女律师说 错了 我只是从一个女律师 重新回到了一个女人 意思说她也变成 她比较有感情了 而不是只有非常理性 事物上的层面而已 当然在这部影片里头 她一直在看 一个女人 其实从小就被教育 她将来长大了要嫁人 而且爱情会是她生命的全部 当这个爱情来临的时候 包含到婚姻的时候 就会要投入 会自我牺牲 而且女人要学会忍耐 来违继家庭 她要压抑自己的感受 要自己要变成没有欲望 这个也说明了 我们很多上一代的父母 我不知道现在的新的女性 还有多少人 还有这样子的思维 应该是变少了 可是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 尤其是我们的母亲 或是我们受了 我们的父母的教育的影响 我们也可能 也有人是 会在婚姻里边 习惯用忍耐 很多长辈们去被表扬 他们的婚龄 什么钻石婚 金婚 赢婚 问到他们说 他们有什么妙方 维持着他们的婚姻的时候 这些的长辈都会告诉我们说 没有他法 只有忍耐两个字 当我一听到那个忍耐两个字的时候 我终于懂了 懂什么呢 听众朋友们 那个懂就是说 年少的时候 我们的不高兴 不平等的对待 我们其实都要忍耐 那忍耐到对方 他的暴力 也因为变老了 体落了 没有力气了 躺在床上 像植物人一样了 或插管了 可是他还可以狗眼生命 终于有白手偕老了 可是 那个 关系的品质是如何 就不要去计较 那这个也就是 很棒的 当然这是比较 相对的 不好的一个情境 如果他没有插管 身体还健康 还可以走动 只是呢 需要人陪伴了 也没有力气 再吵架或打人了 这时候的忍耐 好像一切都值得了 可是我们前面 在这些的婚姻关系里面 所受的苦 所受的一些 折磨或是暴力 就往往微不足道了 就说可能四五十年 换来了后面五年 或十年的平静 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价值 老一辈的人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如果再灌输给新的一代 那其实这个婚姻的品质 他严格的说 是非常差劲的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 会不会再去想一想看 你们自己的关系 不管有没有婚姻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提问自己 很多的女性的妈妈 还有交给女儿的 会不会是像过往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如果是的话 它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后面 我们对我们的亲密关系 甚至我们的这个婚姻里面 都会是这样 都会是这样 好了 因此呢 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耳光的时候 不能只看到 电影里面的小题大作 可能我们需要去 思考我们自己 有没有也有这样的情境 我是主持人 李彦欣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采用其的世界 在这部电影里头 我还想一想 跟大家一起分享到 这个耳光的电影里面的 这个男主角 这个男主角呢 维克拉姆 他是一个施暴者 这不可否认 其实施暴者 他有几个特质 在一般人来讲 这个特质呢 会说 可能在 母亲怀孕的时候 如果情绪不是很好 不安定 或是有一些的悲伤 或愤怒 也会影响到 胚胎 这个胎儿将来 出生的时候 他的性格 也有人说 在他们的教养过程里头 双亲的暴力 因为他耳濡目染 看到这样的暴力 或是在管教上 非常的严格 都是用打的 骂的方式 所以他也会把这样 打骂的方式 拿来当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都是原因 那精英上面呢 就是说 比较近的原因呢 就是会不会 他的依赖程度 太强了 怎么说呢 在这电影当中呢 这个维克拉姆呢 他是属于 只会打家人 他不会去打外人 因为刚刚的冲突里面 只谈到 他在争吵的时候 他并没有 没有跟外面的人打起来 反而是打他自己的太太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他的家庭富裕的 这个精英 因为他是富二代嘛 结婚以后呢 他就跟他的母亲一起住 而且没看到这部电影里 边有他爸爸在 所以妈妈跟爸爸是分居的 那父母的沟通不良 我相信在这部电影里面 应该是存在的 而且呢 在维克拉姆的生活里面呢 他对他太太的依赖很深 而且刚刚我所说的那些 非常棒的对待 包含叫他起床啊 送早餐到他的床边啊 等等这一些 他都认为应该 反而他没有感谢 也没有同理心 因此当压力一来的时候 他会失控 这个失控呢 当然是属于冲动型的人格特质 然后失报了以后呢 他一直为自己找那个动手的理由 他对太太的解释都是说 这个工作上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安排 他都是去谈 就是说间接的谈 他会动手是因为 因为这样这样这样 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发生 他是不会动手打他太太的 他不是从他自己个人面 去谈他的 那当然呢 在这个婚姻事报里面的 这个类型 有趣的地方是维克拉姆 他只打家人 感觉起来好像暴力很小 只限于家庭的成员 可是问题是被打的人 不是这样子的想法 也认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还有一种型呢 就是边缘型的人 烦躁型的人 因为呢 他有中度跟高度的心理虐待 跟性虐待的这种能格异常 他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 维克拉姆是要遇到高压的情境 他的情绪是控制不好的 可是呢 烦躁跟边缘型的人格特质呢 他是处于那种 应该是说 炸弹可能随时会爆炸的那种关键 很容易感到烦躁 那这些人呢 平常可能就在用药 也可能都在酗酒 而且他会有自己自杀 或是杀别人的这种行为 也都会去呈现的 他是最危险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反社会型的 反社会型的呢 他已经都会有犯罪的前科记录了 当然酒精跟药物的滥用 他已经都是在的问题了 这一群的人呢 精神疾病上 都有就医的记录了 如果他没有定时的服药 或是他中断了这个服药 有可能他就在街上随便打人 一看不顺眼 就常常报纸新闻会发现 你稍微看了他一下 其实是无意识的 他就说胯下 然后就一拳揍过来了 然后你会觉得你很倒霉 碰上这些人 甚至更严重的 他还会随机杀人 最近的新闻就有一个 男性的年轻人 跟他的女朋友吵完架以后 非常的不高兴 刚好路过旁边 有人刚好要骑摩托车要走 他就拿着刀 就把对方给杀死了 像这样的人 他就是反社会型的 那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此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暴力行为里面呢 在英国跟美国的统计资料里头认为 如果有家庭暴力这个行为的时候 其实是犯罪率 也是说再犯率很高 为什么他的再犯率很高 其实这是做过研究的 这部电影里边唯一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就是应该是导演故意的 因为这个女主角没有沟通 他只是被动的等待男主角跟他道歉 如果女主角非常清楚的挑明 跟他的先生说 当天如果宴会结束了 很清楚跟先生说 刚刚你在众目睽睽之下 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知道因为你的工作上的不顺利 没有派到伦敦去当领导 而让你肾怒 可是这个耳光是不应该打在我身上的 我希望你要跟我道歉 如果他能够非常明白的把话说出来 我认为有两个可能 一个先生如果觉得很想挽留住这个太太 他是会道歉的 那如果这个先生真的死不到歉 那真的就可以离婚了 可是这个女主角 很可惜的这一块没有做 没有做 我也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当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比较坚定 和缓的语气 告诉对方说 你是不可以这样的 那对方如果是 有省思的人 或是真的还是爱着你的人 他应该就会有一些的 行为上的改变 我也曾经遇到我的好朋友跟我谈过 他曾经呢 他的老板 他也是在工作上 他的老板 他是一个小失误 我认为是个小失误 因为那一次是开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老板派给他三个任务 一个就是要招待记者 因为那些有很多的发表很有意思 记者会来采访 他要去应对记者 把记者带去给这些发表的人做采访 然后他一方面他还要卖书 然后一方面他还要帮这些的演讲者 发表者 把他的PPT档到每一个发表的房间去弄好 当他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能干 可以一人兼三子 终于有一子没有兼好 那个书呢 卖到后来三天之后 扫了一本 掉了一本 他清查完以后 跟他的老板说 他掉了一本 他发现定价是280块台币 他认为可以再买一本 回来补偿 他讲给我听的时候 因为他老板呢 居然发飙 可能老板昨天没有睡 还是跟太太吵架不知道 就听到他这样报告的时候说 你以为你去买一本就没有问题了吗 你的过失就没有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掉掉那一本呢 我说如果早知道你老板是这样 你就偷偷的把那本补上去 不要跟他报告就好 他说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诚实嘛 因为那本买来就会是新书啊 那本是旧的 他说老板在骂他的时候 其实刚好那些的来宾 还有一些的国外的外国人 都刚好是中午午休 在喝中午下午茶的时候 就看到他老板发飙 然后听着听着 因为听不懂中文 可是可以看到他暴跳如雷 因为那些人都是外国人 他老板一回头一看 哇 怎么这么多人在看他 他老板就更失控 我说你让我出丑 我说那你怎么反应呢 他说他是老板 他说有 我有当下跟老板说 他说其实你可以把我叫到房间 去骂我的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样 那被看见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堪 如果你一直觉得这个错 从丢书到别人看到你发飙 都是我造成的 他说那我也就愣了 然后就去跟老板说 我会递辞成 老板就这样 啊 我吓到了 他说他隔天真的是递了辞成 给了老板 我说那老板应该是面子挂不住吧 应该是准吧 听众朋友猜猜看 准了还是没准 后来没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你想想看 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兼三个职务 而且是 玉士临危不乱 这么冷静的人 到哪里找啊 所以后来 老板没有准他离职 我说你也很大胆 可以公开的这样跟 你的老板讲 你不怕被坏了 他说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有想到一定要被坏尔掉了 他说要被坏尔不如自己先把自己给坏尔掉 会比较有尊严吧 我说说的也是 我说我要跟你好好学习啊 当然我这个好朋友 现在的发展发展的很好 他有他自己的一片天 这也就是从他的人格去谈到的 那在我的研究范围里面 我也看到了许多的研究也发现 这些的家暴者真的是会一次一次的道歉 而且他们是真的口头道歉 还不像这个影片里头的耳光 使口头都不道歉 只用其他的方式去希望安抚对方而已 他们是会送花啊 送礼物啊 送戒指啊 亲密的那一伴会不忍心就原谅了 可是他第二次又来 他一样道歉 又送礼物 就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 严格的说 有一次的暴力 回到了这个电影的耳光里面也一样 他如果这次是因为工作而打了他 不知道悔改 下一次可以为了别的事情再打他呀 所以在离婚的那一天 这个阿木丽塔有双方的父母都有做词别 他就来到了南方 就婆婆这边 然后跟他的婆婆说 以后我就不能再帮你测血糖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那告诉他婆婆说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可是呢很可惜 你没有教育你的儿子 叫他不可以打女人 然后他也告诉婆婆说 如果你当时有这样的教育你的儿子 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情况了 然后这时候婆婆承认说是他的错 然后婆婆也跟阿木丽塔说 你的妈妈也错了 因为你的妈妈应该教你不要忍耐 可是呢我们这些女人都教了我们的女儿 都要忍耐 她说我们都有错 当然了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惜 阿木丽塔 是在她要离开的时候 才讲出了她心里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在 打了耳光之后就应该要讲这些话 就不会跑到后面去了 男主角也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大的离婚事件 也让自己顿悟 这部影片里头的男主角很可爱 他后来跟你主角讲说 我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了 他原来是高阶层位置 他说这个事件让我觉得我应该凡事都从头开始 意思说他重新做人 包含他的工作 我觉得那个下定的决心也是下定的非常大 所以阿木丽塔的离开 使两个家庭还有自己的先生都开始有很重要的变化 也就是这部影片引起来的损失 引起来的省思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里边一直在提醒我们 关系中的沟通跟犯错后的真诚的道歉 都是应该的 而不是认为一切都是习以为常 对方是要为你做这些投入的 不要把太多的应该当成应该 可以在对方为你付出的当下 包含像阿姆丽塔为他的先生 把早餐送到床边 你知道如果有这样的女人 你应该要觉得很幸福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 你们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吗 应该到现在没有吧 没有把你吼起来 叫你出来吃饭 或是买好的面包给你就不错了 对不对 好的 希望这部的电影给我们大家 包含我一个很大的借镜 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 别忘了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M1089 FM94.3 彩虹旗的世界 拜拜